在八九十年代的广州 侯玉婷大名可谓如雷贯耳 由广东一枝花之称的她 在那个时候是广东电台妥妥的一姐 她赢了宋丹丹三次拒绝央视的赵安 却被霍振婷毁了事业 从荧幕上消失 一生跌宕起伏的侯玉婷如今过得怎么样了 她真的像传言中说的那样 因为绯闻隐退了吗 今天波波就为你揭秘 1958年侯玉婷在北京出生 自小她就对播音主持倍感兴趣 她一梦想长大之后成为一名播音员 1979年恢复高考之时 她就一股脑地报考了八家文艺新闻单位 之后她还前往北京人艺面试 她想若无法成为一名播音员 那做一名演员也是好的 就是在这里侯玉婷邂逅了高考师里两次的宋丹丹 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两人一起去单位递简历 一起参加影视剧的拍摄 也是在那期间侯玉婷客串了拔歌的故事 之后也偏约不断 就在他们在演艺界渐渐摸到门路的时候 他们二人一起遇见 代表广东电视台在今招人的王书鸣 那时广东电台打算招一个普通话标准的播音员 但那个时候的广东人除了小学一年级外 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几乎是零 在广东想找一个普通话标准的主播实在困难 于是广东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 经过重重选拔 最后侯玉婷和宋丹丹进入了最后的面试 当时广东电视台的领导觉得 宋丹丹比较活泼 但不太适合做播音 而且从形象上看 侯玉婷长相清新靓丽 珠原欲润 典雅 庄重又不是灵活 最适合做播音主持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侯玉婷 那当时我的优势比她大一点 可能我该长的地方长得比较小吧 脑背也长得比较合适吧 她脑背大嘴巴大 你想想 但是王熊明老师说 你要去演电影或小品 你肯定是一流于她特别灵活 不得不说 领导的眼光还是很准确的 宋丹丹虽然痛失主持工作 却成了演艺界的一颗巨星 春晚常客 给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而侯玉婷也完成了儿时的梦想 从此她踏上了广东这片土地 成为了播音主持人的一员 这一年的10月1日 玉婷的父母第一次看到 女儿主持的新闻十分钟 激动难以自已 比起口头上的言语 侯玉婷的眼睛 仿佛能传达出一种别样的神经 每当她主持节目时 总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她的引领下 观众会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熟悉的家乡 竟然是这样的美丽 我们每日所见的事物背后 竟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当时的她与广东人民 一同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 风风雨雨 与广东人民 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产生了一种心心相应的情感 她将自己的真情实感 融入到观众的喜怒哀乐中 与千千万万观众的心灵 真诚交流 成了当地人民群众最喜爱的 荧幕凤凰 侯玉婷先后主持了 《一曲难忘》 《万子千红》等节目 但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 是播报体育新闻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 侯玉婷和王太星 宋世雄老师一同直播 主持节目晚会 以及体育新闻出色的表现 让侯玉婷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首届如意碑》中 一举夺得金话筒十家主持人的称号 这也引起了央视的注意 认为她出生在北京 与北京有一段不解的缘分 希望她能到北京来发展 于是连续三次向其发起邀请 只是侯玉婷在广东多年 与此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再加上广东电视台多年的栽培 她心中的情与意 不允许她在辉煌的时候就此离去 于是她婉拒了央视的邀约 而这一次的拒绝 并没有阻碍她事业的发展 1990年举行第11届亚运会时 中央电视台急需一名形象亮丽 声音清脆的女主持人 侯玉婷通过层层选拔 成为了那届亚运会 唯一的一位女主持人 1993年 她获得了广东省影视歌十家称号 她热爱她的事业 为此她一直努力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的事业也由此走向了巅峰 在侯玉婷事业达到巅峰的同时 她的感情也是热闹了起来 优秀的侯玉婷吸引了不少人的追求 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绯闻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侯玉婷插足霍振婷和朱玲玲的故事 在进入千禧年的时候 突然有媒体报道了 侯玉婷和霍振婷的绯闻消息 这个消息让不少人吃惊 毕竟当时的霍振婷已经结婚了 娶的还是最美港姐朱玲玲 有了三个孩子生活非常的幸福 这个消息的报道一出 把侯玉婷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在报道出来后 两人也进行了澄清 但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解释 后来朱玲玲找霍振婷质问 结果霍振婷回答支支吾吾 说男人嘛都会犯错的 这下惹怒了朱玲玲 愤怒的朱玲玲搬出了霍家 虽然后来两人和好 朱玲玲搬回了霍家 但在霍振婷和朱玲玲闹矛盾之后 侯玉婷的事业还是一落千丈 并因为霍振婷的一句话 坐实小三的名号 之后就消失在荧幕了 如今被霍振婷害的 失去事业的侯玉婷过得怎么样呢 今年上半年 侯玉婷再一次出现于观众的事业中 她朗诵了一首感动 令无数人震撼 甜美的声音又一次让人们 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尽管已经青春不在 但优雅的老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当年的绯闻打击了她的事业 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转战幕后的侯玉婷 嫁给了广东的一位商人 如今已经是一位婆婆了 私下里侯玉婷和儿媳 相处得跟亲母女一样 两人共同主持综艺节目 侯玉婷依旧为主持界 发挥着自己的娱乐 当年绯闻的真伪 我们无从考证 不过从这里看 侯玉婷当年从荧幕上消失 应该不只是因为绯闻 更多是为了家庭 生活在世界上 福祸总是相依的 我们要勇敢努力地活着 就像草原上的野草 纵使被火烧 第二年依旧顽强地生长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